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拉大学开放学额的争议 首先这一个事情我刚才有提到 很多人在这个事情闹大了之后 回教党有反对 巫统是最先反对的 巫统也反对了之后 然后巫统的高教部长也说 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错的 我们没有要开放学额之后 就有人尝试带风向 不悠讲 你看行动党要开放马拉 给马来人读的学校可以给华人读 你看行动党有努力的 是巫统不给 是政府不给 所以不要骂行动党 这个是大错特错 而且是错到离谱的事情 这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 其实它涉及的是心胸外科 就是心脏胸部外科 就是开刀的专科医师之格 它是怎样会涉及到马拉 来龙去脉我要分享给大家 是有四位在爱丁堡 皇家专科医学院的非乌医学生 是华人印度人 我们不知道 还是卡达赞都顺目论 应该不是卡达赞都顺目论 他肯定是非土著 因为卡达赞都顺目论 要进马拉是没有问题的 非土著就是华人印度人 有四位获得全世界最著名的 其中一所医学院的认证 他们可以做心胸专科医生 就是已经拿到认证了 在爱丁堡皇家专科医学院 只要你是独一的 你是做医生的 你肯定听过这一所学校 非常非常的著名 所以他们已经受到 世界最高学府的认证了 可以做心胸专科医生 那他回到马来西亚 他想要回馈马来西亚 所以他回来马来西亚 那他要职业 他要做专科医生 结果做不到 因为马来西亚医药学会 就像我们的律师工会 就是管理医生的这一个组织 他不承认 在马来西亚法律之下 他不承认外国的专科认证 你要获得心胸专科的认证 你要在马来西亚学习 然后拿到马来西亚的认证才可以 听起来没有问题是吗 那这四个人就回来马来西亚 拿到认证就可以了 就像我去英国读巴 我回来 如果在英国读法律系 我没有拿到那边的巴 我回来就要考CLP CLP的课题 我有讲到很正常 对不对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马来西亚 你要做这个心胸专科医生 医药学会认证的只有一个大学 我们的高教部给他认证权利的只有一个大学 这个大学就是UITM MARA的大学 而只有UITM 马大 工大 工大 没有医学系 USM 理科大学 UKM 国民大学 这些著名的学府 全部是没有资格颁发这个心胸专科的认证 只有在马来西亚的法律 只有UITM 而UITM是跟IJM 就是Institute Jantong Negara 国家心脏中心合作来颁发这个认证 所以你只有在MARA才可以拿到这个认证 所以问题就卡在那边 这四个人 不是马来人 不是土著 他不能进MARA 所以他拿不到这个认证 全世界最厉害的学府已经给他专科资格了 可是他马来西亚不能做专科医生 看到问题所在吗 那是谁建议MARA开放大学学 其实建议的是 马来西亚最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 就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 他知道爱丁堡学院有多么的厉害 所以这四个人才要回来 我们应该接受他 所以他建议MARA 特别给这四位学生一个privilege 就是给他们来认证 不是开放学额给所有马来西亚华人 给马来西亚印度人 不是 就是特别开着一个后门 给他们四个来读 然后走一个过场 拿到这一个认证 这一位教授叫Rajer Amin Professor Dr. Roger Amin 大家可以去找 是他建议的 而这个建议 获得马来西亚医药学会 就是管医生的这个组织 同意他复义 这个是好事 我们有这个新凶专科专家 马来西亚 而且马来西亚是极度缺少 这个新凶专科专家的 很少 所以有这四位来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所以医药学会同意 Rajer Amin Professor Doctor 他建议医药学会同意 然后MARA大学 其实已经原则上同意了 我们有限度开放 因为这个不是学士学位 所以你不会压榨到这些学生 本来马来西亚学生的学额 你不会剥削到马来西亚 不会因为这四个人进来 你马来西亚学生 进UITM的机会变少 不会 所以他们原则上同意 就是我有限度开放 只是专门给这四个人进来读 然后获得认证 结果是什么 结果巫统大力反对 然后UITM的学生 也出来示威 开了后门等等 反对了之后 高教部就是政府 高教部长出来标明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UITM没有同意过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根本连讨论都没有讨论 所以这扇门被关起来了 这扇门被关起来了 所以根本不关行动党的事情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的民意调查 有问 你们有看到行动党的回应吗 有 我三个选项 有 我看一下大家投票的结果 第一个选项是有 他们支持开放 就是给华人进 有16%选这个 然后第二个选择是有 他们反对开放 有5%来选择 然后没有 他们没有反应 完全进进 有79%选择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他的回应 事实就是如此 行动党在这件事情上 是进进的 当然 行动党领袖进进 有一些小族 没有那么高地位 没有做官的 有发表意见 但也不是支持开放 有支持 有反对的 支持的就是余力文 他本身是孤敬的国会议员 然后他也是医生 所以他同意 他同意的理由 跟Rajah Amin 跟医药学会是一样的 开一个后门 给他们进去学罢了 所以也不是同意说 开放UITM 只是这一个后门给四个 但是除了余力文同意 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 内阁部长 5个行动党的部长 没有人在这个事情上发生 各级领袖都对这个事情 而这些洗地人 这些支持者 捏造事实 像我刚才讲的 捏造是行动党提起的 这个是最卑劣的行为 而且不止没有支持 还有持反对意见 就是Ringas Swaran 行动党的上议员 竟然跑出来 而且是去复合阿克马 讲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要求 这个是宪法所承诺的东西 我们要保障 马来同胞的权益 Special Privilege 我们不应该去动 不应该去谈尊重我们的宪法 所以行动党的上议员 发生反对这个事情 所以不要给人忽悠 为什么我讲这个课题重要 就是很多这种假新闻去骗人 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关于挑战宪法的 我放到最后才讲 放到最后才讲 关于法律 到底是不是宪法说 马拉不能开 底下我放在最后讲 因为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放在亚洲 我先讲问题 你看这个事情这样子 你是不是逼着四位专才 而且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才 叫他们去外国 去新加坡 其实他们这个新凶专科 去哪里都是吃香的 而且薪水是很高的 你回来马来西亚薪水更低 还要遭受这些种族的举办 可是他们还要回来 他们是爱国的 对不对 可是他回来 领领董董 吵了这么多 最后他还是不能做专科医生 你讲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 OK啦 我已经try了 我要回来马来西亚 我要报效我的国家 我很爱我的国家 可是你们最后 还是不给我做专科医生 所以最大的问题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马来西亚缺少专科医生 但是这种厉害 有资格的专科医生 却因为种族主义 你叫他滚 他没有直接叫他滚 可是你这种行为 就是叫他滚 因为不管他多努力 他在马来西亚都做不到专科医生 你做不到专科医生 我跟你说 我老婆以前是在上市公司 医院 医院是上市公司 做他们的finance manager 你知道专科医生 一个月是几十万收入的吗 普通医生几万块 如果你厉害的 几万块 专科医生是几十万的 几十万听到很多 但是你跟新加坡的比 是小无间大无了 所以你是把这些人才赶出去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才会外流 现在这个例子就清清楚楚摆在那边 你是最顶尖的人才 你是受到全世界最高学府的认证 回来马来西亚 你继续去做你的医生 所以Dr. Sandy 我们的铁粉大美女 医保的大美女 他现在也要去外国的 医保铁粉的聚会的时候 我有讲到 我跟Dr. Sandy讲 你还会回来吗 是不是人才又要外流了 Dr. Sandy也是人才 他在好像是UKM USM 我忘记了 反正是国内大学 他就有写这些 research paper 然后有拿奖的 Dr. Sandy给我的答案是 还不知道 什么原因 这个值得大家的思考 而面对这样大的问题 行动党跟你静静 然后你跟我讲 他在捍卫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不是种族课题 这个是为了我们国家 医者父母心 有这个心胸外科医生 马来西亚是不足够的 这些医生来是专一华人吗 专一印度人吗 不是 他是以所有 马来西亚人 不分族群 包括这些政治人物 可是这样子 你都要反对 这个是最可悲 最可悲的事情 而且你不止不支持 你这些人 政治人物静静 他们知道 这个是很错的事情 行动党的一线领 就去我们静静 不要吵 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去动 底下弄到我们丢失政权 或者是弄到我们被骂 弄到我们被标签 所以我们静静 我们低调 我们赢这么多 我们低调 我们不要去争取 更可悲的是 这些底层的人 竟然颠倒是非 去捏造事实 把伤势 一个错的事情 洗半 伤势洗半 有人死了 你敲锣打鼓 做错事情 你敲锣打鼓 把它讲成是好事 这个是最卑劣的行为 所以做任何这种行为的人 绝对无耻 你看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不知道谁有 但是你这样子做 无耻 无耻到极点 而且你是帮凶 你让这样子的事情 越演越烈 未来 现在是在这个新凶专科 会不会扩大到其他的领域 会不会 大家自己去思考 除了这一个问题 已经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你想一下 会思考的独有 应该可以get out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 马来西亚以后 不会有非土著的 新凶专科医生 对不对 因为唯一认证 你要经过UITM UITM是不可以 给非土著进去的 所以现在搞到这么大 都完全连开个小后门 给他们得到认证 都不可以 这些是顶尖专才 在外国受到 最好的学府认证 你开个后门 给他都不可以 你想一下 你在马来西亚 新凶专科 你很厉害 比如你在马大 你在这一个领域 很厉害了 很出名了 可是你要做专科医生 还是做不到 因为你进不到UITM 爱丁堡的都进不到 你认为马大的进得到吗 你认为本地的进得到吗 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某种程度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某个领域以后会完全 没有这个种族的人 没有非土著的人在 因为他从一开始的门 就给你关起来了 比如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现在全国 如果政府突然下一个条例 全国马来西亚的律师 必须要经过UITM的认证 我问大家 是不是30年后 当我们这一辈人走了 不做律师了 马来西亚没有华人律师 没有印度人律师 因为我们进不到UITM 对不对 当然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在新凶专科领域 已经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个问题 我们的政治人物 应该捍卫我们的 跟你静静 所以你应不应该生气 不是为了我 很多人问我 很多人也讲 亚红律师你为了什么 所以很多人抹黑我 拿国盟的钱 因为确实 我骂西蒙政府 我有什么好处 我一个好处都没有 所以他们讲 亚红律师不可能没有好处的 你一定是拿了国盟的好处 所以你来骂西蒙 我直接暂停截铁地讲 我的好处是什么 我骂西蒙的好处 就是希望国家会好 希望西蒙会醒 希望纠正这一个错误 这个是为什么我要骂他 你做得对 我就称赞你 不管你是什么政党 不管你是什么领域 现在这样大错特错的事情 这么严重的问题 让人才万流 然后种族隔离政策 让某个领域 以后就会完全单于种族把持 你竟然跟我静静 你还在想你的权位 你连立场都不敢摆出来 你怕什么 是不是 就是怕标签 就是怕当不了官 你应不应该生气 这些黑特 这些洗地人 我讲到要哭 我跟你讲 我想象不到未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马来西亚前景很会 医生 我还会叫他独医吗 如果他想当医生 一腾是很想当医生的 有follow我的facebook 一腾很喜欢医生的玩具 每天 来爸爸我看你有生病吗 我还会叫他当医生吗 我会叫他当 去外国当吧 对不对 这个是多么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在静静 静静不止 下面的人跟我在这边捏造是非吧 错误的事情 讲成是对的事情 然后想要拿踩 这是最可怕的 最后我再讲一下法律 你看这些土著的支持者 极端的分子 包括这些学生 当然也有开明的 我看到有开明的UITM的学生 然后有一些政治人物 像Professor 我刚才说的 Rajah Amin Professor Dr. Rajah Amin 他是马来同胞 可是他看到问题所在 这些是错的 所以他做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做对的事情 不要看种族 像我现在讲 不是因为我是华人 像我刚才讲 这个医生做成专科 不是医华人罢了 不是因为我是华人 我是不想看到马来西亚的成论 如果今天是只有拉曼大学 然后拉曼大学 当然拉曼大学不是只收华人 拉曼大学什么种族都说 我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拉曼大学只收华人 然后只有读拉曼大学的 可以做心胸专科专家 我们应不应该反 同样应该反 我们不应该拿到好处的是 我们就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对错是非黑白 不应该被利益所左右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 这个是做人的底线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我所讲的 最后我再讲一下法律 像这些保守的 我就不讲开明的了 保守的他们的理论就是 这个是土著特权 宪法是不允许UYTM开放的 所以你的理由多好 你没有修改宪法 你都不可以开放 这个是违宪的 讲这个想法好像很对 对不对 我同意你讲的 你讲的是对 我们应该开放 可是宪法讲不可以吗 不是我不要开放 是宪法不可以 所以不要违反宪法 宪法 除非你改宪法 那你敢改吗 153条文 土著特权的条文 你敢改吗 你不敢改 那就不用谈了 所以对于这些极端派 保守派 他们最有利的说法 就是拿这个宪法来讲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课题 我之前在讲 Quota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 153条文 Special Privilege 土著特权 其实没有讲UIDM 没有 提都没有提到MARA 没有 他讲土著有特权 然后153条文 大家自己去读 他讲前面保障 萨巴萨劳越原住民 跟Bumutra 就是马来人 他讲马来人 不是讲Bumutra 讲马来人 跟萨巴萨劳越原住民的 Special Privilege 然后也有讲 保障其他族群的 Registimate Rights 就是合法的权益 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 你不可以剥削 我们的合法权益 然后Special Privilege 包含什么 宪法是没有讲的 并没有说UIDM 只可以收马来人 然后专科医生 心胸专科 只可以有马来人 没有 这个是自我去诠释的 你要诠释到怎样都可以 而且这个Special Privilege 越诠释越广 对不对 现在从政经文教 各方面都来了 根本没有人去阻止 根本就没有人去阻碍 所以马来西亚 现在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一直所强调的 没有开明派的反对党 你看这一个事情 行动党进进 马华也进进 民政党也进进 谈都不敢谈 马华行动党都在政府里面 马华没有当官 所以我一直讲 马华是错的路 马华应该出来 做一个有良心的反对党 不要再想政权了 你有20亿党产 你当这个芝麻绿豆的小官 在柔佛 在马六甲 当行政议员 当这个市议员 有什么问题 而且他也不一定会 隔除你的市议员 很小的官罢了 你要为国家的未来 做一个称职的反对党 但是马华没有 行动党 他做了执政党 更是精进 民政党的草 坟头上的草 比人还高 现在比KLCC还高了 我10年前就讲比人还高 有听过我讲的 八个五 我不马后炮的 没有一个开明派的反对党 所以只能靠谁 靠侯律师 靠LFR 靠Berset 但是 我们是自费的 是靠自己的时间 靠自己的精神 来做 跟政治是不同一个标准 而且 像我们这些 是没有拿到你任何一分钱 没有拿人民的钱的 是为了良心来做的 你政治人 是拿着我们 所以我一直讲 人民是没有欠政治人物的 像讲欠林吉祥 我承认林吉祥 贡献很多 我是称赞林吉祥 他做错我骂 我有骂他 但是我承认林吉祥是伟人 政治上马来西亚 但是我们有欠林吉祥吗 没有 林吉祥做了几十年的国会议员 他到死 我们都养他 退休金 我们欠他什么 所以一样 我以前骂马华也是一样 马华每次讲 华社你们不要忘记 没有我们没有公民权 马来西亚会有华教 印尼没有 新加坡没有 就是我们马华的坚持 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们有欠你 马华吃香喝辣 做部长 做副部长 做了多少年了 我们欠你什么 马华拿你一个 之前做部长的 你随便举出 拿你一个不是有钱人 他的子孙后代 不是盆满婆满的 跟林吉祥一样 林吉祥的孙子 我不要讲林冠英 林冠英也是重生 林冠英的儿子 拿你一个不是吃香喝辣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欠政治人 我们要监督政治人 所以在这个课题之上 大家摸着自己的良心 糟糕不糟糕 严不严重 大家自己问自己 最后一个讲题 我就讲到这里 关于 关于 我会议讨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